水彩化用多遍笔法创造逼真的光影魔术 来看到就是韩国浦玉美还有台湾两位水彩大师 在新竹县新浦镇举办慧光云影联合画展 45幅中有多遍笔触质感 也有惊艳的光影构图 让蕾丝花朵等镜物更显优雅浪漫魅力 树木探入废弃建筑 想象小船漂浮 凸显宁静 45幅构图具设计感光影梦幻的水彩作品 在新浦举办慧光云影展 一里云村一阳机构 这是去年9月正式开幕 这一次首次出展 邀请到韩国浦玉美老师 及在地台湾第一名的水彩画家刘佳琪老师 他们呈现光与美的阴影 及刘白的作品技法 那欢迎大家在5月17到7月14 来到一里云村参与我们的展览 新浦一家衣养度假园区 搜集45幅作品展出 其中17幅是韩国水彩大师 蒲玉美作品 擅长撩绘蕾丝 也运用玻璃折射 呈现自然又惊艳的明暗效果 竹篮里的石流 春日的海域 用保鲜膜 硫白胶 分别制造褶皱和斑斓的质感 构图也充满巧思 像是冷暖色调相容的大提琴 瓶骨碗盘远看形成太迪熊影子 逼真的水彩镜物宛如光影的魔术师 他的作品来讲的话 他其实最常画的都是逆光 而且他的逆光啊 你会看似好像很正常的镜物 可是实际上他的镜物都有变形 这是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 他会去做了一个非常微小的变形 然后去夸张到强调那个影子 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画 就是你要有影子 你才会感受到光线 那老师的影子他会找那种 非常复杂的东西 呈现非常复杂的影子 然后同时两个很复杂的东西 却非常的协调 这个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连展中台湾艺术家刘佳琪 将荒废的剧场赋予浪漫诗意 而张家荣的书果写生 富有台湾元素 展期到7月14号 大秀水彩多变的魅力 大秀水彩多变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